Hello 大家好 我是粤鱼 很开心你们又回到我的频道 我之前有说过我的频道的创力呢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想要记录 我自己在身心灵这一路上走来的亲身经历 跟所有遇到的 我整理过后的一些事情 但是因为我 嗯 录些很多支影片呢 录影片我是 基本上我都是跟着我的直觉 或者是我的讯息 还有就是很多真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然后我想要藉由我自己的一路上的走来 包括低潮期 还有我怎么去学习的 还有我怎么去面对 我在我觉得人生很黑暗的时候 我当时做了哪一些的功课 我是想要藉由我自己来分享出去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也希望这些的影片是为我自己做一些记录 那前面有看到这一幅图画呢 是我在107年的时候画的 那我看了我 就是好几年前 其实我都做了很多的笔记啊 还有就是日记啊 还有一些杂记 那这一幅前面的看到 我简单画的这一幅图呢 就是我的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 对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但是我的眼睛去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可以看到 当然我是可以有点像切换频道这样子 看到正常是就是前面可能有你看得到的影像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啊 有树啊 有人啊这一类的 可是我比较安静的时候呢 我比较想要去看的时候呢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天空 所有的天空前面布满的都是 比较属于 我不知道那叫做什么 但是它就是很透明的东西 有时候是会有颜色的 对就是圆形状会比较多 可是有时候它会不规则的形状 然后再来是我在几年前的时候 我也有发现就是当我看太阳的时候 它其实不是静止的 对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是 是可以分享一下 对但是 还有就是太阳它的颜色的每一个时间的外框颜色 就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可以看到的 对那我觉得这可能 比如说有人比较有一些什么 自然吗 自然科学啊 还是什么那一类的 我就 我在这里不多赘述 但是我想要记录的是我自己看到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 在天空中呢 不论是白天夜晚 我都可以看到 其实是非常多的闪光的 就是小闪光点 对就是 小闪光点 它跟星星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就是 当我安静的 比如说停车的时候 我即使透过玻璃 那我一样可以 或者是太阳眼镜 那我一样可以 就是眼镜嘛 我一样可以看到就是 嗯 类似 比如说像气旋的东西 还有就是 空气中 那叫空气吧 就是空间中的震动 对那 我今天只是想要把我自己看到东西 做一个 我自己的记录 因为 嗯 我身边目前是没有人 可以跟我聊这一块的东西的 所以 我通常 这么多年来 我就是 做一些画作啊 还有一些日记啊 然后还有一些 小杂技 对 所以 我今天想要为我自己做一个这样子简单的记录 那如果有跟我一样 嗯 就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经历的朋友们 我也很欢迎你们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跟一起分享 那 希望我们的世界更美丽 而且更多彩多姿 那我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你们可以 呃 彼此 我跟你之间可以彼此有更多的学习 然后探索更多 比如说 我们看得到跟 看不见的世界 对 我觉得 一切 我自己的感觉是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然后 也让我觉得非常的丰富 对 那 我觉得在这个频道 有这个频道 我也觉得很开心 可以跟 真的是同路人 跟同频人一起做 善意的沟通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我也在此声明 就是 如果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 跟我自己的生活记录 那如果说 有一些比较不尊重人的留言啦 还有一些 我觉得就是 比较有一些情绪的字眼的话 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可以不用看我的频道 因为我觉得 在YouTube上面很多的频道 可能会更适合你 对 那我希望我的频道里面的人啊 都真的是朋友 然后是 很认真 很真心 很真诚的去分享我们看到的世界 然后我们也可以鼓励对方 让彼此更进步 然后让世界带着更多良善的善意 跟扩张意识 来到此刻 这是我比较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比较想要做的交流 对 那感恩有你们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拜拜